本土疫情趋患 行政院再度研拟是否发证刑券 传出今年可能是五倍券 还有立委更谈要发放六倍券 台北市长柯文哲直言 那干脆发一百倍券 在这种时候 有人喊五倍券 就有人喊六倍券 那你干脆说柯文哲主张发一百倍券 我意思是说什么 其实这样 如果要回到很学术上来讲 发这种振兴券还是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要有政策引导作用 像我们去年在发三倍券的时候 为什么要导入无现金交易 就是说我不认为这个产业 要完全回到过去的 因为后疫情时代产业一定要转型 所以第一个要先做到产业 辅导产业转型的目标 这第一点 第二点一般来讲那个振兴券 如果时间拉太长 你知道 他就没有效果 他变成叫刚性需求 以我自己为例 我去年领到 我每次刷3000 补3000 我是那个 因为外面65岁的 我是直接用悠悠卡 拿到那个3000块 我就每天坐公车 做到最后12月就问家里说 要买什么东西 我去市场买一买 所以他就对那个刺激 经济就没有效果 经济政策要有政策 要有政策引导作用 你要干什么 第二还是要考虑他的实务性 因为那个时间一拉长 他根本没有刺激的作用 他就会回到 大家会用在日常的生活所需 其实这些经济学原则 大家都知道 就看他们怎么做而已 柯文哲也说 去年发行纸张的振兴券 单单印刷就花了23亿 还不包括人力 他呼吁国家推出政策时 还是要有前瞻性 记者温云俊台北报道 今天在原则花博举办 今年